欢迎收看 真的很透软 今天我们要在街头找一些儿童来访问 在过去这个MCO期间 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然而MCO过后 MCO过后 他们又做了什么事情 他们回到学校会想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一起来看办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千奇 我的名字叫奇隆 我的名字叫 杨雪柔 我叫曲杰 陈永信 我叫曲杨 我叫波子 我叫曲杨 你今年几岁 十岁 八岁 十岁 今年十岁 七岁 十一岁 五今年 六岁或十岁 上网课还是去学校上课 回学校上课 在学校上课 学校 上网课 上网课 为什么 在学校上课 因为大家很闷 我太难了 因为不用这么麻烦 因为那边呢 有更多空 我的家里呢 做那个 跳舞 不可以 没有空 没有那个八岁 就我不可以跳舞 好好来 就 我会忘记哦 因为 用去学校 你可以画手机 因为不用去三口 管制令期间 你做了什么 有什么改变 一点点 肥了一点 肥了一点 有高 肥了也有高 为什么 应该吃 吃很多 比之前吃更多 好吃 妈妈煮的食物 好吃 OK 吃了很多 吃 喝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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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学校 最期待的事情 看到老师的朋友 有朋友 见到 因为可以看到朋友和朋友玩 见朋友 食堂 食堂 不知道什么 换眼睛 在看着你也是这样吗 胖了 校服穿不了 想见到你的朋友 还有老师 今天的街头访问就到此 相信每一个的小孩 你们都已经回到学校啦 记得遵守学校给的 还有政府给的SOP 戴口罩 跟着学校规定的这个规则 我们下周见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出去